HELLO 大家好 我是鐵熙 那今天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播片的日期是12月25號聖誕節 所以在這裡先祝大家聖誕快樂 然後今天我們的影片主題呢就是 因為今年我其實收到了很多 來自各個品牌的聖誕禮物非常的澎湃 而且我覺得今年的禮物 感覺大家就是每個公關的包裝都在比浮誇 就是沒有最浮誇只有更浮誇 那真的每一個都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很值得拿來就是拍開箱給大家看 那其實今天的聖誕禮物啊 有一些我很早就收到了 有一些是今天才收到的 然後今天是禮...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都沒有手錶我在看什麼 那...大部分的禮物我都還沒有開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然後因為上次想說喝兩杯的那個情況 有一點太失控 所以這次是超正經的開箱 不好笑 第一個要來開誰 第一個就先來開這個是YSL的聖誕禮物 欸...你在發什麼神經啊 好吵欸 為什麼每次我拍片你就很活潑 蛤...我不拍片你就是睡覺 你這個小王八蛋 嗯...第一個是... 他們的蕾絲氣墊 你看到蕾絲的圖案 蕾絲...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的只有101限定的特製... 呃...叫做什麼了 特...地...地...至...地...至...香水吧 上面有要刻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有看到嗎 就這... 這是我的縮寫 再來第二個禮物呢 來拆... 我也來拆香分類的好了 我跟你說 我其實想要這個香水非常久 然後我灌忘了很久 只是我沒有想到就是他們... 居然會送給我 我真的是嚇死我了 那Helligans他這個品牌其實是... 來自英國 然後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那他的每一瓶香水都有他們的故事 這次他們送給我的是這個... Portrait系列的香水 然後呢...你們一定要看他的多美 你們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藝術品啊 超美的 然後呢...我覺得這一次讓我很開心的是... 他居然在旁邊... 就是... 有刻了我的名字 那當時因為收到了那瓶香水以後呢... 我還有非常喜歡他們Portrait系列的另外一個味道 所以...我自己就又買了一罐 就是他們送一個然後我買一個 然後就是這個 上面一樣也有刻我的名字 他上面的紙盒是不一樣的喔 像我如果是收到公雞的這個 那他的殼就是公雞 這個就是狐狸的... 狐狸的那個外殼 他就連紙盒都做得非常的精緻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下一位來拆... 拆什麼好呢? 超級巨型巨無霸 哇... 超重... AVEDA的... 東西... 我當時... 我當時收到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其實... 我跟AVEDA沒有... 從來沒有合作過 所以AVEDA寄來的時候我也... 想說... AVEDA怎麼會知道我家的地址呢? 到底是誰寄來的? 到現在還是個謎... 我還是不知道... 然後... 因為他這個... 我放有點久了 我想要一起拍開箱 所以... 當時他裡面就是... 附了一個樹枝 現在有一點枯掉了 打開以後我發現他有1到12個樹枝 第一格... 第一週... 橡皮筋 WEEK 2很大耶 在這裡... 超級大格... 洗髮精... 跟... 這個... 頭皮的 怎麼還沒有寫中文 喔唷 應該是頭皮滋養液 潤髮乳 QR code 喔果乾 梳子 打USB WEEK 7 是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茶包 電風扇 好可愛喔 喔喔喔喔喔!已經有電了 啊... 看我那個飄逸的頭火啊 涼喔涼爽 阿阿阿喔喔喔... 風扇更大了 喔他還有大風耶 喔喔喔喔!還有更強吧 他三段... 他三段式喔 該不會還有四段式吧 喔沒有啦... 三段式 欸他還有三段式很厲害耶 體驗券 阿玉... 廢陀塔香 花質豐厚造型物 先喝一口珍奶 好 下一位 納瑞絲他是一個很親民的保養品牌 然後也是那個大蠻大力的最愛 他家裡總是會囤非常多納瑞絲的產品 這一個是什麼呢? 字都做得很小 我還用老花眼 納瑞絲角質進化露 角質進化露加這個是換白調理露 但是呢我覺得納瑞絲厲害的其實不只是這個 他這次的禮物送來啊 有一個東西 是我從袋子裡一拿出來 我就聞到那個香味 就是這個 香港的珍妮曲奇餅 欸我每一天 我都是趁我媽洗澡的時候 深夜沒有人的時候 然後就打開來吃 這個我已經先打開 好香喔 超級好吃 謝謝納瑞絲 下一位來拆 這個好了 來自美咖 然後美咖 我也是想說 欸奇怪我們沒有合作過 為什麼你有我的地址呢? 很漂亮 然後還手畫了雪花 來看看喔 這是他們的新品 聽說爆可愛 粉紅色的 蠻可愛的 打開之後是 是 是 獨角獸 小獨角獸的圖案 獨角獸小馬的殼 下一個我們來拆 今天才收到的喔 是Bobbi Brown的 然後 我也想說 裡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喔看 喔看起來很厲害欸 哇賽 給你們看 這個很浮誇 這個 好美喔 還有黑色的羽毛欸 有我的金管 有我的金管孔 耶 太棒了 心想事成了 喔還有這個 閃到沒噴 又閃到沒噴 我超想要的 喔它黏得好緊喔 喔好漂亮喔 還有這個 超想要這個的 你們看 喔是這個 九宮格 天啊 好美喔 好美喔 你看這個顏色多美 而且我 為什麼我很喜歡這個 唇膏 我那時候很想買 就是因為它的 顯色度 還有它的滋潤度 你可以看 因為我剛剛沒有擦壺唇膏 這支真的很漂亮 閃到沒朋友 喔是綠色的 你看它這個閃 這光澤超級無敵美的 異狀的眼線筆 很細 下一個我們來開 NARUKO 欸牛耳老師的品牌 好可愛喔 阿拉 好了好了 我不能拍太那個 這樣這樣 好你不要對焦我 你對焦它 我在跟巷子講話 它有這個 欸它這個杯子的八手還是金色的 頂級黃金亮眼卸妝霜 液潤膚 超能倒水膜 像是新品喔 避書禁代言 下一位來講這個好了 下一位是這個 這個沒什麼好拆的 它來的時候就長這樣了 香奈兒的N肚骨香水 然後它就是一個隨身攜帶組 還有兩支替換瓶 它就是這樣子 登 就開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噴 然後如果要替換的話 好像是 是要怎麼樣啊 唉我又忘記了 拿起來了 這樣啦 這樣抽起來 然後把它拿起來 然後你再接替換瓶就可以了 那時候就在想說 是誰寄香奈兒香水給我 因為他們一開始沒有跟我說 會寄這個東西給我 那我那時候心裡就是 還偷偷想說 難道是那個 莫名其妙就沒有聯絡的前男友 唉 結果不是 因為我後來有收到 過不久後 就有收到那個公關的E-mail說 喔他們有寄出這個東西 這算是一個驚喜的禮物 謝謝香奈兒 塞這個好了 齁 我跟你說 這個也是我的愛 就是這個 這個是打放 現場夯飯店迷你方向金路禮盒 哇 太棒了 我就是最喜歡金路了 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的皮膚跟我一樣的乾 然後 很喜歡用臉部精油的話 一定要去靠櫃式打放 因為他們家的精油啊 你倒在手上 你光是手在戳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 覺得 哇 它也太滑順的那種感覺 很滑順 然後很潤 而且它的用量不需要多 尤其如果你的皮膚是屬於混合肌 或中性肌的話 就是我會建議你 用量真的用一點點就很夠了 好美喔 法國吧 因為打放是法國的牌子 嗯 好漂亮 好可愛喔這個 而且他們的迷你金路是 我每一次出國一定都會帶出去的 像我 呃 今年去北歐的時候 我也是都帶著打放的精油 非常的潤 好美喔 謝謝 打放準備特別來自巴黎的果醬 一起感受濃濃的幸福氣氛 你看到這個包裝多漂亮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裝飾的小球 接下來一個我們來拆 遠方的朋友 NYX 然後它這個是30色 土色系 很狂吧 光是土色系它就可以出到30色 NYX應該算是我 看到彩妝裡 光是唇彩就出非常非常多顏色 而且是多到你真的 會有選擇超級障礙的一個品牌 然後土色系 它的背後呢 就是有這個 都會有對照的顏色給你看 乾燥玫瑰色的啊 或是這種 有點土會有點帶橘的這種 都還蠻美的 你們要看質地嗎 我的影片剪得我嗎 欸你幹什麼欸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啊 它的30支是做這種 迷你的包裝 那像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唇膏 每次都用不完 這種迷你品就是很好隨身攜帶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 土色收集狂的話 就是可以每天都換一種不同的土色來使用 來看這個顏色 欸你在幹什麼啊 走開啦 欸你不要玩燈泡啦 你看奶郎 你看那個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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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郎 請問你有什麼事情呢 我喜歡曹哥奶郎有什麼事 來給我看灰色 幹嘛啦 啊你要幹什麼 這樣斜斜的下來 是怎麼樣 那就是很多很酷的土色 香皮卡 香皮卡我之前已經先拆過了 然後 我有發現它是 呃有吃的 欸 斷帶掉咧 可惡 我還沒有吃喔 我想說現場在吃給你們看 而且它這個 甜點做的很漂亮 甘霧 甘霧水 所以 有那個玫瑰花瓣 嗯好香喔 有點像 不會硬的牛軋糖 然後 靠近有一個濃濃的奶油味 跟一個玫瑰花香味 還蠻好吃的 啊它裡面有一支這個 有一個唇膏 下面有扣我的名字 我的第一支有名字的 香皮卡唇膏 然後 這個唇膏的系列 我非常喜歡 如果你很喜歡 滋潤度高 又顯色的唇膏的話 香皮卡 非常好用 還有它的這個 聖誕節打亮 這個超美的 嗯 就是說香皮卡 基本上他們家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我不喜歡 因為它腮紅也很好用 眼影也很好用 嗯 打亮也很好用 然後唇膏也很好用 保養品 我用過保養油 其他的我倒沒有用過 保養品我聽說很好用 可是我比較少用 但它的柴妝品 每一項都非常的優秀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 聖誕節款 當時出的唇蜜 那這個系列唇蜜 真的就是屬於 比較金透的妝效 顏色比較沒有那麼深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有顏色 但你又喜歡亮亮的感覺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買這個系列的紅色 就是比較深紅的那種紅 這種擦起來就是比較好氣色的 呃 比較好氣色的顏色這樣 再來就是那個 第二個 紀凡希 我跟他們其實沒有合作過 所以那時候官官說要寄 色彩禮物給我的時候 我超級 超級無敵訝異 因為你知道紀凡希耶 是紀凡希耶 第一個是 筛紅 它還有 它連上面那個塑膠殼 都是黑色紀凡希耶 經典的那個四格 很美 然後這裡有一隻小刷子 紅紅的 喔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是很自然的那種色 然後 因為它旁邊還有兩個裸色 所以它是還兼具打亮的效果 第二個是睫毛膏 好漂亮喔 你看 它是這樣子 後面的頭比較大 然後前面比較細窄 喔 我口紅 是這樣子抽出來的 然後 這個是什麼 喔這是掉的耶 它連掉的都做一個保護套 好精緻喔 就把它轉出來 這個 桃紅色的 桃紅色的顏色 喔 非常的顯色 然後 感覺質地也很滋潤 紅的 有一點帶橘的紅色 有一點帶橘的紅色 很時尚的設計 這個盒子是什麼 看一下 是這個 太酷了吧 每次都是在那個 美國的影集裡 看到這個東西 那通常他們這種東西都是 都是兇器有沒有 你看 你看 好美喔 這裡有一張卡片 JESSICA 謝謝你 嗨 這個 這個是 MAC的 零色擦唇膏 然後上面 欸我現在才發現它這個是 愛心的 這是愛心的形狀耶 可能會引發他人 積穩的衝動 盡情斟酌使用 耶 那個小燈泡 最新的這幾隻零色擦是 主打什麼 髒色 髒色唇 就是要看起來 髒髒好像被熱聞過的感覺 那我就很迫不及待 想要來拆它 來找一下 因為有一隻 有一個顏色 好像每一次都被大家推 推到翻 Fire Rose 不是這個 喔 這裡 找到了 就是這一隻 Brick Dust 把它轉開來看 也是很顯色 嗯 這顏色很漂亮耶 我可以用那個指腹把 邊緣稍微暈染開來 好像有一種 你剛剛跟人家熱聞過的感覺 看起來有點低調 然後又有一點帥氣個性的顏色 這一隻Brick Dust 推給大家 我們終於進入到 我們最後一個聖誕禮物了 哎呀 各位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要打開囉 1 2 3 喔 再一次好囉 再一次再一次 Ware you ready? 1 2 3 靠杯啊 蠻痴喔 Are you ready?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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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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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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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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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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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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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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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9 9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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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能就有時候要遇到很多的批評啊 那當然我覺得每一個圈子一定也都會有 例如說大小眼這種你知道 或者是會被比較啊什麼的 那有時候運氣不好可能收入也會非常的少 可是我覺得至少我在做的 我覺得我很幸運就是我在做的工作是我很想做的工作 但是我不對我又離題了 我現在是在感謝你們 那因為今天是聖誕節 然後又要過年了 還有要感謝大家訂閱我的訂閱搜集 應該是滿一萬人嗎 我也沒有看欸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感謝就對了 那今天呢就是這支影片我會抽出十個人 然後我會把禮物包好送給你們抽獎的方式 請先訂閱我的YouTube 他們到底有沒有分享啊 下面的留言就是留一些你對我的想法 對我的心得 那如果那個謾罵啊 就是說什麼我覺得你看起來很蠢 就這個我就一定不會抽你 人工自動排除抽到你也不要送給你 詳細的抽獎方式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大家就記得去看一下 就是我會把一些什麼抽獎的日期啊 然後比較明確的抽獎方式跟大家說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因為2018年就直接要到了 所以除了今天祝大家聖誕快樂之外呢 就是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獎四成 然後新的一年 可能我會盡量把影片多產出一些盡量 然後我盡量真的盡量 我覺得每個禮拜產影片真的超困難 我很佩服這些YouTuber 為什麼那麼可以每個禮拜都產影片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恐怖 那最後如果你要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然後按讚 或者是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就2018年再見啦 掰掰 掰掰